下一部分 仍然是语法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什么呢 第三部分是这个叫做文章中的语法 好 它考察的内容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是否能够判断句子 符合上下文的关系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道试题 仍然是有五道题 这个五道题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个里面是我总结的 但是呢 并不代表着一定会按照这种套路来出题 基本上是这五道题呢 一道助词 选助词 一道选连词 什么ソレディ ソコディ シカシ 选这个 然后呢 另外的据理解方面呢 这个语法的什么正确与否啊 是否通顺呢 占三道题 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这五道题的一个分布的规律 好 它的考点呢 无外乎就是连词 助词 副词 这三类词你要把握住 以及文章前后的理解 是判断这个正确与否的一个关键 好 那么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方向和考点 那么你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有如下一些 你需要掌握一些常见的 连词 助词和副词 好 这里面要注意啊 我给你都标注了两个词 两个字啊 叫常用 什么叫常用啊 也就是说 在本题目当中 如果出现了对于连词 助词或者是副词的考察 不会考你太难的词 太难的词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去记了 考你的一定是常见的 常用的 好 那么常见的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连词 常愿 常见的无外乎就是这些 だから 英国 对吧 しがし 转折 でも转折 例えば 比如 そして 是吧 这个 而且 それから 然后 つまり 总之 无外乎就是这些词 常用的助词 无外乎就是 我がともにおのえやお 对吧 就是这些 常用的副词 无外乎就是 よくいつもまたずっときっと 然后 と 然后 でも 或者是でも 是吧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不是 这个错了 这个说错了 totemo 这是一个整体 整体 否则那个 to和demo 变成助词了 我们说的是副词 totemo 这是一个词 totemo 非常 对吧 以及下一个 zenzen 完全 scoshy 一点 amari 后面接 否定 不怎么不太 所以呢 当然副词 还可以总结更多 你回去可以给它 进行更多的叠加 好 那么 常用的一些词 这些词的含义 你是必须要在 上考场之前 给它搞定的 好 那么理解了这些词以外 其他的就是一些语法项目 在文章当中 你是否能够理解的一个考察 我们来通过细题 一起来练习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道题 它的这个出题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给你一篇小文章 这篇文章一般都不长 到这就结束了 对吧 然后呢 给你了 设置了五个问题 于是呢 这一类问题啊 我建议大家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一道一道题的来 去做 就完了 然后你可以去大概 读一下这个文章 整体的含义 然后直接进入到 它的题目 找到第一个空是什么 看题 看答案 再回来看题 解答就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 私の好きな場所 それは公园の中の 什么什么 ある 茶室です 茶室就是 这个茶室 是吧 喝茶那个房间 叫茶室 我喜欢的地方 是公园中的 有 ある是有 茶室 好 这个题让你选什么呢 好 让你选择住词 好 这个题其实很简单 对吧 这个看一下 记一下这四个住词 然后我们来作答了啊 这四个住词 我们记完以后 我们回过来 好 在 声の中に和ある中间 这必须是哪个词 好 ある是什么 ある是存在句 あります 有 对吧 声の中 是什么 是方位 好的 那么用哪个住词来提示 存在的地点 存在的方位 很简单 一定是に 对吧 長にある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に啊 有に 对吧 第一个很简单 就是 に 好 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句子 由于它的整个文章都不长 我们顺便把前面的 这话都给它过一遍 茶室のある建物は たくさんの木の中にあって とても静かです 毎月 一回そこで お茶会があります 私はまだ 好 那么 其实 这个题 你其实都不需要看前面这一对废话 直接找到了这个答案所在的这个句子 那么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出现了 就是mada 好 mada 我们说它在句子当中一般接什么词啊 对 它的后面一般接这个否定的结构 对吧 还没 还未 对吧 还没 还未 一定是否定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否定的结构 哎 你会发现这个题出的很好啊 都是否定的结构 所以如果这里面突然有一个不是否定的结构 好 那它一定就是啊 迷惑的选项 错误的选项 对吧 都是否定的结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 词都给你了 都是去 都是去 于是我们再回来啊 这个地方让你填的一定是什么 我还没去过 对吧 我还没去过 他说这个茶室这个在哪呢 每个月有一次茶会 我还没去过 好 注意 你要是能够自己翻译出来 我还没去过 好 你看一下哪个句子是我还没去过 好 第一个 言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他行加ことがあります ありません 表示的什么 曾经的经历 什么什么过 所以まだ 配上他 就是什么 就是没去过 所以我们说 一可不可以 一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 まだ行きません 虽然这个结构是存在的 但是 まだ行きません 啥意思 就是我还没去 就是我马上要去了 我还没去呢 まだ行きません 我还没去呢 まだ食べません 我还没吃呢 好 第三 まだ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まだ 后面 不能接过去式 不可能是过去式 我还没 你看我还没怎么样的 一定是将来的 对吧 还没发生嘛 所以过去式 错 好 下一个 まだ行かないです 好 行かないです 跟哪个是一样的 跟行きません 是一回事 他俩是完全一样的 行きません 就等于 所以如果你觉得 2 你觉得也行 那么 你在1 2之间 纠结的时候 当你读到4的时候 这个题的答案 就突然间出现了 为什么 好 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两个选项的 含义是一样的 那么他俩就一定 都不是选项 对吧 不可能是多项选择 所以当你读到4的时候 那么2和4就都被 PK掉了 所以只留下的就是1 非常完美的一个 表示还没有过的 这样一个含义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题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题出现在文章的位置 文章在哪呢 在这呢 いつもしまっていますか 日曜日の午後だけ 好的 猜能猜得出来吧 一直都关闭着 然后呢 只是在周日的下午 肯定是开放 对吧 那你看一下 有没有开放啊 果然它都是开放 对吧 好 下一步 寻找开放的合理的形式 好 那么上面是 いつもしまっていますが 是 が 是什么 是转折 对吧 是转折 一直都是关闭着的 所以后面就一定是开放着的 对吧 一定是 对比吗 一定是开放的 所以这里面的 关于开放的 否定 也就是不开放 就一瞬间 都被砍掉了 对吧 他一定是跟他对应的嘛 所以呢 一定是三或四 好 这两个形式是很难去抉择的 因为他们两个 一个是一种状态的持续 一个是一个 一般现代史 往往他俩要直接拿出来的话 是吧 差不多 那么我们通过哪块去 寻找 这个 突破口 好 通过整个的句式 它的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 いつも 这是一个 しまでいます 日曜日の午後だけ 怎么怎么样 好 前面是一个规律性的 那么礼拜日 它不是某一个礼拜日 它是什么 它是 いつもの日曜日 你要知道 它是每一个礼拜日 所以这个地方 无论是从 它的含义 还是从 它前后的句子的一贯性的 角度来讲 后面的开放 也应该是一个什么词 没错 也应该是一个 持续的体态 那么只有哪个保留下来了 在 对 三和四之间 我们只选择了 四是正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 第四题 我们来看一下 都是所扣 所扣后面接上 不同的著词 那么究竟是所扣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是怎么出现的 是这么出现的 在这儿 第四在这儿 そこ怎么怎么着 公园の木や花を ゆっくり見ます 那个地方 然后呢 看到 能看到 可以看到 公园的树和花 ゆっくり見ます 是慢慢的去欣赏 对吧 从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是吧 可以欣赏到公园的花 还是树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选项 所扣欧是什么 好 欧如果前面提示的是某个地点 那么它的后面 一定是要接那些移动的动词 是吧 经过移动 穿过 渡过的那些个场所 我们才用欧来提示 某个 啊 地点嘛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有没有 后面有没有 移动啊 没有移动 你会发现动词就是 看对吧 它不是移动 所以一是不存在的 好 そこに 可以 你表示的是 提示某个地点 表示的是存在 事物的存在 在哪干什么 那么它是存在句吗 看那个东西 不是存在 对吧 そこから 从那里 从那里去看 公园的树核花 哎 这个我们觉得可以 对吧 我们去往下看 有没有更合适的 そこA A肯定不合适啊 为什么 因为A的后面 也要有移动的动作 因为它表示的是 去的方向嘛 所以这样来看 我们只能选择 第三 只能是第三 そこから 好 我们再把它放到原文里面 去看一下啊 そこから 公园の木や花を ゆっくり見ます 从那儿 我们静静的去看 公园的树和花 恰当吗 恰当 没问题 好 继续往下 我们既然翻到这儿了 我们就看一下 第五个题 是这样的 小さくで古い建物ですが 私はとても 好 重点是 尬 尬 尬意味着是一个 转折 对吧 虽然是又小 又小 又旧的建筑物 但是 我非常 很显然 我们能猜得出来 对吧 非常喜欢 是吧 果然是喜欢 那么你就找 非常喜欢吧 所以 两个否定的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肯定不符合 具意啊 好 喜欢还是曾经喜欢 它是什么 时代的叙述 一般现在时代的叙述 对吧 没有过去式啊 没有过去式 没有说我曾经喜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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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你的信息 啊 你看整个 みます 也是一般现在时代 对吧 です 都是一般现在时代 所以它就是一个 一般性的描述 所以 我们认为 とても 只能借哪个 就是第一个 好きです 所以呢 这样来看的话 这五道题 就都被我们给它 破解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道题目啊 好 第二道题目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二道题目呢 有一点长 对吧 我们呢 看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解题的顺序啊 它的顺序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大概扫一下啊 大概扫一下这个 这个文章 大概说的是什么啊 日本語挨拶是吧 韩宣语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这个是什么 こんばんは 到这儿你会发现了 这个文章讲的就是 一件事 就是日语的 韩宣语 对吧 就是韩宣语啊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是 先生は日本語的挨拶 这都是韩宣语啊 这个文章到这儿才结束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四个选项是这样的 第一个 仍然是让你选注词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四个注词 大家记一下啊 にがわの 记住了吧 にがわの 然后我们就开始作答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に 这个在哪呢 第一在这儿呢 わたし くに わたし くにや わたしがしているくにの あいさつ 对吧 好 你都不需要看后面这一串的 你就看 一出现的左右是什么 わたし 和くに 好 两个名词 我们说了两个名词的衔接 往往用什么衔接 往往用の 来衔接 别的不可以 对吧 所以 刚才的那个 那个 の 对吧 只能是の わたしの くに わたしはくに 不行 わたしがくに にくに 都不行 两个名词 后面加个や 就代表了 や 提示的前面 这是一个语言元素的一个结束 对吧 一个语言部分的结束 后面 や 后面提起一个新的一个名词的结构 所以呢 わたし和くに 中间这块就是一个固定的 要结束的一个形式 那就是 一定是用no来连接啊 名词之间一定是no 好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第二啊 二出现在这儿 然后后面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什么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啊 题目让你选的是什么呢 让你选的是 好 四个 这个这个 啊 连词 你选哪个 大家记一下啊 是たとえば 还是しかし 还是だから 还是そして 好 记住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文章 二出现在 第二段的 第一个词 那么 这种解题的方式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上文的最后 是怎么交代的 和这句话 提这个这个词 提出的下一句话 之间的关系 对吧 上一句话 说的是这样的 我的国家 和我所知道的国家的 寒暄 是什么的 違います 是不一样的 好 后面说了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是什么 是一个举例 对吧 寒暄语 然后这儿呢 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怎么样呢 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ね という意味です 是一个 是你早啊 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 这个题 我们选哪个 好 举例嘛 たとえば 比如说 对吧 比如说 好 我们看一下别的 如果是しかし 是转折 它的前后 有构成转折的 含义的这个体式吗 没有 没有说转折 对吧 好 那么 大概是因果 构成因果嘛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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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的意思 不行 对吧 好 那么 有没有 下一个什么 そして 而且 而且是一种条件的附加 有条件的附加吗 不是条件的附加 对吧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认为 只有列举 因此 我们举个例子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这句话 是在我们国家 是什么什么 にさおは 的这个意思 好 所以呢 第二题 我们就选择了 是他退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题 第三题啊 是这样的啊 这个出现了这样一堆 是吧 いみがあります いみ いみ 都是跟いみ有关的 いみ什么 いみ的意思是 是意思啊 写成意味 是意思的意思啊 好 那么第三题出现的位置在哪呢 第三题出现的位置在这呢 啊 在这呢 こんにちわ にも こんばんはにも いどういう いみ 怎么怎么着 こんにちわ 是你好 こんばんは 是晚上好 啊 这两个句子当中 い 都有什么 い是好的 好的 的这个 意思 怎么怎么样 好 好的 这个意思 怎么怎么样 好 你通过刚才的这句话来判断啊 他说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呢 是你早啊 的这个意思 我呢 我想说 早上好 很好的早上啊 然后呢 こんにちわ こんばんはにも いどういう意思 い是好的 好 这两个句子当中 有好的意思 还是没有好的意思 你会发现 一定是否定 对吧 いどういう意味が ありません 一定是ありません 为什么 因为 こんにちわ和こんばんは 在日语当中 就是没有好的意思 就是一个 一个 这个寒暄的结构 没有像我们 汉语当中的 早上好 对吧 有个好 他没有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意思 いみ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かもしれません 是或许 他这里面 可以是或许 要是或许的意思 就变成了 或许有好的意思 我们可以判断 他没有或许 对吧 不需要或许 好 那么第二 いみがあります 有好的意思 日语的 空邦和空地七八 有好的意思吗 没有好 中文才有好 所以那个作者说了 他想说早上好 对吧 いみがあります 没有好的意思 这是符合文章的 いみがありそうです ありそう是什么 看似貌似样态 对吧 他怎么能是 看似有好的意思呢 对吧 所以这些都很牵强 只有三 在日语当中 这两个句子里面 没有什么 没有好的意思 好 继续往下下一个 下一个 看一下第四个题 都是 太一切词 都是很重要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在哪呢 好 出现在哪呢 好 出现在这儿呢 太一切词 这儿呢 不对啊 第四 出现在这儿 好 那么 如果你的语言功底够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巨型的语感 你能够感觉出来的 对吧 如果你感觉不出来 好的 在这里面呢 老师告诉你 对吧 我告诉你 什么什么 幽理 什么什么 这个地方一定是个什么 一定是个肯定的结构 一定表示肯定的结构 它的含义呢 一定是比起什么来 还是什么什么 更怎么样 由于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它的选项都是 重要 所以呢 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能够猜得出来 就是在日语呢 比起传达意思 寒暄的这个事 是更重要的 腰里的后面 一定是个肯定 表示的是递进 比起它 一定是这样的 它不可能是否定的结构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哪个选项啊 哪个选项 是肯定的结构 否定的肯定是不行的了 taises this 是可以的 taises this de yoga de yoga 是个疑问句 可以吗 不可以 它就是一定是个肯定 一问都不可以 对吧 taises so des 好像是 它就不肯定了 对吧 好像是 就是你不肯定嘛 对吧 所以呢 只能是哪个 只能是taises this 啊 好啊 然后啊 于是呢 我们这道题 去选择第一个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最后一道题啊 最后一个第五 いてみようといて啊 都是要说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在哪呢 第五在这儿啊 第五在这儿 第五在这儿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前一个句子怎么说的啊 いよ天気ですね と言うそうです 今度は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の後に 好 他也想说 下次呢 下次呢 我在说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的 后面 我也想说什么 いよ天気ですね 这种感觉呗 对吧 我们通过前后 能够判断出来 对吧 啊 那么如果你要是通过 这个简单的阅读 你可以阅一下 でも天気の意気に 这个说这个 是吧 在日本呢 但是呢 好的天气的时候呢 他说 天气真好啊 对吧 所以呢 下次我再说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的后面 我也怎么着 我也想说一下啊 我也想说一下 所以是哪个 いってみようとみます 我也想说一下 好 第一个 いってみました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上面有了 空洞 下次 所以一定是将来时代 你不可能说下次 你已经发生了 不可以 对吧 好 いってみようとみません 不行 对吧 没有 他不可能是否定的含义 也没有理由 对吧 下一个否定 下一个过去 也不行 空洞 一定是不是过去 所以是二和三之间 那么我们从肯定 还是否定的含义 来判断的话呢 他什么 他没有任何的否定含义 就是说 我下次想要在这个句子的后面 我也想说一下 天气好好啊 这个句子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句子我们就选了 第几个 第二个选项啊 好的啊 那么我们啊 把这样的一类问题呢 进行如下的总结啊 语法类的问题 我们进行一个总的总结 那么首先呢 第一部分啊 我们对于这个一些语法句型的考察 对吧 语法用法的考察 我们需要的就是熟记基础的句型 以及语法点 才是重中之动 之中重中之中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本次的这个语法的讲解当中 你会发现我们的重点 其实还是放在了那些一个基础句型的演练上 好 第二呢 就是句子排序类的问题呢 多练习找感觉 拿高分 这三个 这个三点 对吧 多练习 你只要多练 你就可以找到感觉 它是一定有感觉了 而且呢 这一部分 你一定要拿高分 甚至于满分 因为这一部分 它是很强的这种 就是说 一是 这个规律性很强 就是你可以通过语法的组织的规律 一定可以找到彼此之间的组合的这个点 你只要用心的 心平气和的 不着急的去找 那么你一定可以拿到高分 甚至于满分 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讲 那么这部分题啊 有很多的同学 都做对了 对吧 这个句子 我的排序没有问题 一出来一说那个句子的顺序 跟答案是一样的 但是 选择的选项选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排出句子以后 它把那个星号看那个位置 跟这个这个顺序四个 弄乱了 弄错了 弄弄这个差异了 对吧 所以呢 一定要平静下来 心平气和的 把这五个句子给它 这五个分数 给它拿到手 你一定可以的 好 第三 文章类的 语法的问题 其实质依然是对于 词汇句型语法点的考察 只不过放在一个文章当中 有一些更加别的元素 去影响你 去干扰你 但是它的本质 还是语法点词汇句型的考察 所以呢 它的功底 你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发力 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文法类问题 进行如下的总结 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复习 在文法这个地方呢 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啊 好 那么文法类的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